朋友们好,2022新春将至,在此借九岁女儿写对联的事迹,感谢这一年以来对我默默支持,关心鼓励的所有朋友们。 在这一年当中,利用工作,闲暇的时间走访了咱们济南周边的很多山村,这其中有古村,有山村,有美丽乡村,还有一些落后的山村。 目的只有一个,传播分享咱们济南周边的美好事物,因素工作时间的限制,视频制作,质量,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但是在这其中也得到了咱们济南很多当地的老师们对我的关心与指导,同时还有一直默默鼓励的这些朋友们。 这其中啊,也有叔叔阿姨,也有同龄的兄弟姐妹们,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啊,祝愿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家庭和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作为一个80后,上又老,下又小,孩子,快乐成长,老人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辞旧迎新,新春将至,不管这一年以来,是苦还是甜,困难总会过去。 孩子,快乐成长,老人啊,健康成寿,家和万事兴好。 孩子数据学了又将近两年了,今年家里的对点又省下了,孩子也是第二年给家里写对点的。 孩子字体写得怎么样,先不说,至少像我在他这个年纪一段的时候,经常肯定的说,如果他写得好。 在此,也祝愿小朋友们,学习进步,开心快乐,凡事也要想到父母工作艰辛之不易。 同时,也祝愿有条件,身体健康,吃麻麻香。